有網友問金鋒科技 如果沒有貨的話 是否可以進入呢 那是甚麼價格去買呢 如果你沒有貨的金鋒科技 你想去儲存一下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想儲存一下 你去現水瓶儲得住 我覺得其實也是可以去想一想 因為如果你真的 那些錢其實只要大市不跌的話 我相信其實會慢慢 在不同的項目移動 我相信你也是在等這兩天 到底他夠不夠膽去儲存 回到其他那些項目的項目 如果他真的要炒回 沒有事沒有國 去炒回其他項目的項目 去不同項目的項目 這些新能源股的項目 我覺得始終會有一個機會 或者金鋒科技 其實也是其中一種 我覺得是可以去留意的一種股份 但你就分住了 不要說這麼快 一下子就先買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儲存的話 你就大概在現水瓶 你就入住一字 然後就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哪些位置才能再加進去 起碼上回去 你不要打算破頂那麼遠 如果你覺得的話 要破回去18.36 18.4 這些水瓶 你才考慮再會不會再加進去 看看 那你要看哪些位置 我覺得 埋近15元 這些水瓶 你看看他會不會有機會失授 15元這些位置 如果不想放那麼低 你擺著15.100元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 他真的大抽上去揚足的低位 這個就當它是 上另一個台階的起步點 所以你現時來說 就先進去第一柱 你向上 即是破到這個位置的話 即是 先說一次給大家聽 18.4 這些水瓶 你才考慮 再加進去 如果破到的話 才有機會挑戰高位 在下的話 看著 15.8 如果真的失去了 15.8 那他真的 在這個位置的台階 又要走回去 那就可以做一個短期的 短線的指示 如果你希望 做一個比較短線的部署 即使你打算做長線也好 萬一失撞 這個15.8 你不沽出來的話 那也不要加注 我還是寧願就等下 這些水平 要試回 14.16 或者14元 那邊是否能守得住 如果能守得住 可以回上去 你才考慮 看看會不會再靠了 所以就 現階段 你想撐的話 你就先買住第一柱 在下方 記住 就要看著 15.8 這個位置 是 這個位置 最好 是 詞